连日来 香港激进示威者在街头打砸毁烧 冲击警察 肆无忌惮从事非法活动 对此 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 日前在港接受中西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石 现在出现的一些违法成本太低的现象 恐会冲击香港法治社会底线 持续三个多月的暴力纷扰 让霍启刚对现在的香港感到有点陌生 他说 香港本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人们讲究秩序 和平 理性 法治精神一直为国际社会所称道 但是近期持续的暴力违法活动 产生的影响让人十分忧心 我最害怕见到的就是 一般老百姓开始无视法律 现在一般有一些商班族 早上坐地铁也挑闸了 挑篮了 对吧 你开车可以违规 大家已经觉得好像 他可以扔汽油袋 我冲过红灯 算什么呀 我这个是很害怕的一点 所以大家累积下来那么多年 对法律 对法庭 对法官 的这种尊重 这种听从 你一下子被搞没了 我觉得这个对未来香港的影响很大 霍启刚说 自己虽然不是法律专家 但也留意到 当前香港违法的暴徒 即使被拘捕 也往往很容易又放出来 有些暴力违法者 甚至成了政治明星 这样很危险 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讲 怎么好像 犯法的成本那么低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一向是很受规矩的人 你做出一些犯法的 你就应该承受责任 个人的责任 现在自乎好像 你犯了法 也没有承受责任 就算是被抓了 很快被放出来 觉得好像 我反正 做了 我可能 给了钱就能出来 甚至出来了就去外国 受到外国的收留 还当可能是政治明星 那我觉得这种美化暴力 阔启刚常年关注青年工作 担任过香港特区政府 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 执行主席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等众多与青年有关的职务 他认为 当前参与暴力行为的香港青年 只是少数人 不希望外界把暴力的标签 和绝大多数香港青年挂钩 他说 年轻人很单纯 安居乐业是大多数人 心目中的生活目标 但目前香港不少的年轻人 确实遭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其中住房和青年成长空间问题 需要政府和社会认真面对 可能有父母跟一个老人家 跟兄弟姐妹都住在那么挤的地方 你没有空间 你就生活就会比较烦躁 其实很多这种心态 都是从那么一个 居住环境的避恶的这种情况的 慢慢累积下来 这个我希望大家也理解 真的是 如果每天吵吵闹闹 每天都没有一个安宁的 你能开心吗 社会能安静吗 我最怕就是现在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我毕业 我根本房子就甭想了 一辈子肯定买不起 那我就没有一个上升的台阶 我的工资跟十年前毕业生的工资一模一样 他失去了希望呢 他就很容易走到极端 我觉得我们香港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调查也好 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 对青年辅助的一些政策和支持 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不能再把这个问题 再扫到地毯下面 霍启刚同时也表示 香港未来的发展 在于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有创意的年轻人 完全可以到粤港澳大湾区创业 霍启刚称 回归以来 祖国对香港的支持不遗余力 无论是金融风暴 非典疫情 每当香港遇到危难 都是祖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霍启刚表示 饮水思源 香港因为有一国两制 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尽管现在面临一定的困难 霍启刚依然对香港充满信心 虽然我们看了香港 现在那么多的乱局 但我 我心底还是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说香港 抵制是有的 我们的气 是正的 对吧 对 可能生病 对吧 生病比较长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很 很强 都会反弹回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是对香港未来 以及大湾区未来 是充满信心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公司 Line